今天这条视频呢,来和咱们大家好好的聊一聊树体进行嫁接换品种的这个问题 对于咱们嫁接的这个工作啊,其实上呢,我们一年当中春夏秋三季啊,都可以做 但是冬季呢,咱们树体啊,它是处于一个休眠的状态 嫁接村户率啊,就比较低,所以说呢,一般冬季不建议嫁接的 那么在春夏秋三季呢,如果说你是想改接大树啊 建议你呢,在春季或者说秋季进行改接 夏季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树体长得比较大 我们嫁接之后呢,通常啊,要对树体进行修剪 让嫁接的这个芽点啊,萌发 那么这个修剪的量呢,就会变得非常大了啊 这样做呢,就会伤根了 所以说呢,一般建议啊,改大树,你就春秋两季改啊 还有呢,就是说我们如果非想要在夏季改呢 那么咱们可以在七月之前去改啊 这个时候呢,树体的生长量还是很大的 然后呢,并不会影响到枝条的一个正常生长 长出来的枝条呢,木质啊,也足够的充实 冬天啊,一般不受冬害 如果说你嫁接的比较晚 像是在七月底了,马上到八月份 然后你再去嫁接的话 那么那个时候啊,嫁秋孟子的就有些早 因为你在那个芽点,它憋不住 它就会往处萌发 萌发出来的芽点呢,既长不了多好 还有就是说它也不能不长啊 就是,所以说就是作为秋闷子来说呢 你闷不住它,它可能会萌发 然后作为我们想要嫁接的这个成品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长得呀,就会比较弱啊 又还怕冬天呢,会被冻死 还不如说秋季啊,直接嫁接 秋闷子比较好一些 所以说啊,咱们想要嫁接的朋友啊 自己尖量着来改啊 还有就是建议你秋季改大树啊 这样呢,对于树体的这个损伤啊 比较小一些